没怎么用电电表一天跑200多度 而且电箱上还带电 他们说电表新换的 原来的电表烧坏了 电线也是这两天新换的 电表是新的 还没送电 你送吗 现在电压正常 听他们说换表的时候这些电线也烧坏了 街头都烧糊了 电闸也总是跳 这昨天换了电表以后能送到电是吧 No No 送了一次 最早上还送到电了 今早上还送电了 就是现在什么情况这个电不敢送是吗 送上其他电器也不跳扎 也不是啥都正常 任何不任何 都正常 就包括那个中扎 或者我来那2比2的分扎都不跳 能送吗现在 能送 送一下我测一下电吧 能送 可以吧 可以可以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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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爆了 嗯 今天是送得上 昨天送得上 换之前送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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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太吓人了 我操 这以后送电爱谁送谁送 我是不送了 太吓人了 这里边也炸了 嗯 那边都炸了 那边炸我落下来了 那电来线有问题啊 啊 电来有问题 刚才炸了一下多危险 没喷出打火球的是万幸啊 我以前经历过喷打火球的 让你两眼瞬间双目失明 这两个空开同时跳了 进线还是有电的 二板按的空开同时跳 那得短路多严重呢 那就是两个火线碰在一起了 所以我的侧塔的负载 侧塔的电缆线 确定现在没有电 我拆掉它这个电缆线 拆掉零线 直接上万一表 把档位达到城市开档 对着主零线来测漏电 测这个黄像 哎呀肯定是漏电的 都是漏电的 就红像不漏电 这两像都漏电 得确定是电缆有问题 还是线的那一头电路有问题 去那一头看一下 这个牌得挂上 别让人送上电 它电缆走得明线 电缆的这一头进了配电箱 配电箱的总扎是拉下来的 所以还是电缆的问题 电缆有问题 再打开这一头的配电箱 我拆开这个爆炸的空开 看一下 拧开螺丝 打开外盖 看一下是不是短路造成的 拿掉这个防尘罩 拿掉灭胡罩 三个灭胡罩 你看这两个是不是黑了 电壶打黑了 这两项发生了短路 这个也是 就这两项 短路的瞬间电流很大 直接把空开给干挑了 它不是空开内部短路 是电缆线短路 就是击穿短路 再看它这一项电就没问题 没有发黑 所以说就是确定这两项是短路的 可以直接用万一秒测 测这个黄像和中间这一项的电阻 看 都不绝缘了 它应该是绝缘的 两头都是断开的 而且对地 对阻灵都是漏电的 其实现在想想 刚才送电之前 测量一下这两项之间的电阻 这个样我也不敢送电 当时没测 疏忽了 那下面就找这个电缆线 就看这个电缆线在哪个地方短路了 他们说前几天这个地方施过工 加了围栏 而且还烧了电焊 正好是在电缆走线的位置 他们挖过坑 埋过土 夹着脚铁焊接做的支撑 施工的时候他们说围栏上带电 被电过 然后就出现了电费高的问题 顺着电缆的明面走 没发现问题 有些被土盖住了 这个地方有个脚铁 是不是脚铁压住了电缆线 那我就扒开看一看 确实在脚铁的上面有个电缆线 看一下这段电缆线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我感觉有问题 我转过来看一下 确实有问题 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漏电和短路 剩下的时间就是把电缆噶断 然后重新做接头 看一下这个电缆 烧成啥样了 对地对脚铁放电 电费当然高 你看那脚铁都变颜色了 它这是不是横着打脚铁的时候 把电缆线给弄破了呢 我这有接电缆专用套装 地上地下 高低啊防水绝缘都可以 重新做的接头 接好电缆线 再测着亮相 没问题了 其实应该用摇表摇一下 对地也不漏电了 因为它都是明线 所以说是安全的 送一天试试啊 嗯 有渣怕 是怕啥 因为刚才那一盒叭爆了 很吓人的 行了那边有电了 可以 这就安全了 电送上了 这样就好了 它这块后期还得处理 做防护 不然这样看着也不安全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 接触器坏了 电线都烧糊了 这是一个蒸汽锅炉 客户说刚接上电 想通电试试 合上杂以后 瞬间线都糊了 你看这线皮烧的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线都糊了 让我给检查一下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然后把电路给它恢复 电源已经断开了 总杂下面这个铜线 黑色的 看着也都烧糊了 抖音原创 请无道波 烧的都没皮了 就剩个铜杆 这是接的一根火线 这个已经断了 这根铜丝的这一头 接这来了 这是个焦虑接触器 它接的是什么电路 控制什么的呢 这个接触器已经吸合了 弹不起来了 全自动蒸汽发生器 它上面有水泵指示 加热指示 也就是说这是有水泵和加热管电路的 两套加热管 两个焦虑接触器控制 所以 这个焦虑接触器 是控制水泵电机的 220V的小电机 下进上出 上面是输出 输入的线烧化了 烧的都没皮了 这是输出的线给电机 我发现了问题 这是输出给电机的 一火一灵 烧的都粘一块了 关键是它为什么会烧成这样呢 来你看这个地方 一灵一火两根电线 压在了一起 请母手停止道报我视频 一通电一吸合 瞬间 把电线给烧糊了 这种属于短路 电流特别大 把接触器的触点也糊在了一起 所以接触器吸合以后弹不上来了 这种情况应该跳着啊 对不对 您看它这个线多细 而且是直接接到这个总闸下面 您再看这个电闸 100安的电流大 所以说那个线细 短路的电流达不到100安 所以它不会瞬间跳闸 你要是10安的空开 它瞬间就跳 所以这么细的线就是烧着了 烧断了 这个总闸都跳不了 所以烧线的原因就是 输出的灵火线 被人接错线了 接在了一起 短路了 电流太大 烧坏了线 这个线也就是细啊 你要整个10平方的 一送电一短路 这个100安的路保肯定会跳 这两根线没接水泵 那水泵哪去了 蒸汽发生器 两套加热管 这两套加热管都是380伏的 上面这一个是水位开关 水箱里边有没有水 就是水位高低两个开关 有的里边还带温控探头 没发现水泵 这个位置应该是放水泵的 被人拆了 它的进水是靠这个水管 水管得有压力往里打水 它这么接不行 现在罐里边这个水位没上来 这都是刚接的水阀 这个是进水的 里边是浮球水箱 没有水泵 它这个得装水泵 我先把电路修起来 接触器后换 直接换新的 看一下它的结构 这个铁线已经活动不了了 里边的触点都粘一块了 它的线圈没烧坏 一会测一下 直接换新的交流接触器 外加一个辅助出头 烧坏的线全部换新线 它这个电路控制没问题 只要是按原来的那种接法接上就可以了 水泵这个电源线 我给它流出来 等它没装上水泵以后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这个烧坏的接触器的线圈 测量一下好不好 线圈没问题 线圈没少 看看加热管 测量加热管于外壳 加热管不漏电 三项加热管之间的电阻 正常没问题 加热管很好 这种加热管就是怕缺水 没水了一干烧就坏 在接触器这一头测量也是可以的 测量的电阻都很正常 两套加热管 电阻都是一样的 而且都不漏电 把电路恢复以后 准备送上电试一下机 用万元表测一下电压 电压正常 220电压也正常 送一下电 温空气显示正常 但是现在加不了温 因为水箱里的水位不行 显示低水位 水泵正在工作 就是水泵已经启动了 看一下接触器加热没吸合 水泵接触器吸合了 测一下水泵输出电压 220V正常 我刚才捋了 它这控制电路没毛病 别的电路我也没动 也就是说它就缺一水泵 嗯,好了 加热这块没法试 只有水泵打满水 两个接触器才能吸合加热 温空探头 它还得做出来 擦温空探头的地方 不然这个水会一直烧 好了,我的维修完成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请多多指点's